各位同學大家好,我們來做這個日檢考試心得 22年12月 日檢考試合格心得第11個 這個一定要認真看,因為這個分數考超級高 他是一個20多歲的上班族,一個女生 他在 22年7月的時候,他N5是考123分 然後到22年12月的時候,他N4是考169分 那我們來看一下成績單 22年7月的時候,他N5是考123分 好看一下分數 然後再來這個 然後在去年12月的時候,他是考 N4是考169,N4的總分是180,他考169,已經快滿分了 我們來看他第1第2大題 那個單字文法 閱讀,繼續重組 120分滿分,全部加起來120分,他考116 然後聽解60分,他考53,超級厲害 那我們來看一下他的心得 我們看一下 他說他一開始學日文是因為興趣啦 那工作上也用得到啦 他說 我跟他聊天,他說他們公司常常會有這種 日本客戶 然後常常要回信 還是要做一些溝通 所以他們公司是用得到日文的 所以 反正用得到就學一下 然後他在社區大學學一個學期 只上完大家日本語初級的一到四課 他覺得太慢了 他覺得太少了 而且 很多句子的文法都不理解 就很多老師就是 就是跟 帶學生 課本一句一句 然後念 然後教學跟著念 他也沒有在解釋什麼文法 很多都這樣 而且叫的又慢 然後在2021年12月開始 在YT上面找 那無意間就看到 邱老師的影片 那很多不理解的部分 還有那個動詞 不斷動詞 還有一些 動詞貼型 一些什麼文法變化 他居然都能夠聽得懂 然後才開始訂閱 邱老師的頻道 並且加入會員 然後在 22年的7月 考完N5之後 他是在這個12月 2021年12月開始 開始就是在網路上看到影片 然後那個時候他也剛開始學而已 然後7月他考就考上N5了 N5還考得不錯 考123分 他覺得日文越學越有趣 他覺得要學出那個 興趣來了 而且那個時候 N5的那個 他的影片是講 他一下班 他應該是 就是這些學生的課徵就是 他們三餐 他們吃飯三餐都會配日文 就是會配那個 等會放我的影片 就邊吃邊看 或者是直接放那個 課文CD 課文NP3 然後就聽 然後 下班 下班都在讀4個小時的 就是下班在讀4個小時5個小時到睡覺 就是這樣每天 然後他就是覺得很有趣啦 然後就會想繼續讀啦 因為我三課 會講比較多有趣的事情 比較不會無聊 會讓大家讀下去 然後老師也 鼓勵盡量考 你就讀這麼多書了 那你這些考試對你來講 就是你量讀這麼大 去考日檢跟拿獎狀一樣啦 有沒有 輕而易舉嘛 所以你已經讀那麼多你就盡量考嘛 而且 你才20多歲以後你要跳槽還是你要幹嘛幹嘛 你有日文執照考高一點 日語領隊什麼的全部考一考的話 這以後是很有加薪的啦 加薪加分 於是他就排定新的讀書計劃 讀書計劃是 他從這個7月考到N5之後就排個讀書計劃 他是說7月10號到 10月30號 就是 7月到 11月底 就現在12月初要考N5 12月初要考日檢考N4 他說算出來總共有143天 他7月 N5及格 然後年底 12月初要考 考N4他算出來總共有140多天 至少要念的書有這些齁還有 文化日本語兩本 還有 18克 好他 我們先 先請提要齁 他在考N5123分的時候 他已經把大家日本語1到50克都看完了 這很恐怖喔 他把大家日本語1到50克都看完了喔 喔 別人一般一般人去考N5的話 他大概只會看大家日本語1到25克 他看的書是別人的整整的兩倍 更何況他有看什麼單字書聽力書 他怎麼變白色 別人一般人考N5他只能他可能只看大家日本語1到25克就大家日本語的這個初級1初級2 或者或者是另外一套就是看文化日本語 10月10號到10月30號就是接下來這140天他要考N4然後他說要考N4的話他要念的書有什麼 文化日本語兩本 文化日本語第3冊第4冊 還有還有18克 還有黃色文法書有10克 N4單字書 OK N4單字書 還有16 N4單字書日本還有什麼 單字文法 還有一個日文法書 最後兩個月還有聽力書 最後一個月還有模擬試題 OK 那我們看一下 我用這個 圖解來比較簡單 就是看一下 用這個來講 他在考N5的時候就把大家日本語1到50克都看完了 OK那他應該還有在看 看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說考N5的話就是大家日本語第1冊跟第2冊就是大家日本語1到50克看完 那他還有看1到25克還有看他讀本也有看 然後這個什麼他初級1跟初級2也有看文化日本語初級1初級2他都有看 他在5級的時候就看人家是兩倍的量了 那黃色文法書我們說黃色文法書前半本是N5 後半本是N4 那他也有看他有看前半本N5 好那 之後他考試級之後 後來他考試級 我們看一下 反正分數 分數考很高了他讀數量很大了 而且不是 不只讀數量很大還有讀手 而且寫很多題目 你看他就有看這個大家這裡26到50克都 那這時候就看完了 然後這個文化初級3 文化初級4他也都看完了 然後黃色文法書下半本他全部都有看了 他全部都有看了 而且這個道中級這個 學日文他有看 這些都有看 全部都有看 然後這參考書 聽解參考書有看 單字參考書他都有看 他全部都有看 我上面列的這個書單全部都有看 我上面列的書單你只要看一半的話就可以過了 但是他全看了 所以他讀數量是人家兩倍 為什麼考這麼高就是 好所以他就把這些全看了 而且還有看參考書聽力書還有單字書 然後每天安排讀書的量 他每天有安排讀書量 當然還要扣掉禮拜六禮拜日 禮拜六禮拜日他有 有去玩 就是有玩樂的時間 然後7月卡完放榜之後 我發現聽力比較弱 所以他就 看了之前學姐寫的心得 說每天都要聽 然後當背景音樂來聽 他的聽力真的有進步 讓我們看一下 他在聽力在 N5的時候是60分考40分 40分就非常高了 40分就很 你考40人就很少了 然後他在考N4的時候 聽力進步到53分 所以他是花了很多時間在聽 那我們看回來 所以聽力就有進步 就想試試看 於是他是說除了上班通勤的時間 七八點就 那他還有看我的 簡單新聞 還有看我的簡單新聞 我有問他 因為 如果他只看了大家日本一到五十克 然後跟文化 書籍日本一到四克 然後再加文法術的話 我預估 我預估這樣子最多只能 我預估這樣最多只能130 但是他卡到169塊滿分了 我就問他有沒有在看其他有 他說他有看我的簡單新聞 那他簡單新聞他就當興趣看喔 因為簡單新聞的話就是 他的難度 在是 N4的範圍是最多的 然後有一點N3 N4範圍跟N3 N3有一點 然後大部分都是N4範圍 還有一點N5的 然後我說他看了幾篇 他說他大概 他說很好吧 他說看這個簡單新聞很有趣 他看了100篇 他看了100篇 各位他看了100篇 所以他分數才會考這麼高 那我有跟很多學生說 你要考N4的話 要看這個簡單新聞 如果你有看的話 你的分數都很高 那你只要看到 你如果是考分數就是 N4的 即個分數是90分嘛 那這個人即個只有90幾分 或者是 100幾分 就是他沒有去看這個簡單新聞 然後他只有看大家日本語 或者是文化處理日本 他只有看其中一套 然後他也沒有去看文法書 如果全部都有看的話 他的分數是 就會像這個學生一樣 就是 就會一點一點一點增加下去 那這個 這個同學的N4考 169分 如果真的他去考 他去考N3也會過啦 他這個範圍去考N3 他也是 也是會過的 我預估大概110分可以考上 他大概 考N3到110分也是會過 這次我去考的話 所以 他是除了上班通勤 7點到8點 通勤的時候他就聽那個簡單新聞 然後 8點到11點 上班 然後中午吃飯 12點到1點他就聽那個 他就聽 他就有聽啦 聽日文的讀本 然後下班通勤時間吃飯再聽簡單 簡單新聞 嘿 喔 所以他他這個 通勤跟吃飯時間他都在聽日文啦 或者就是 就拿時間來看影片喔 然後7點就開始看這個文化日本語 因為他大家日本語在 進階一進他大家日本一到五十課在考N5之前已經全部看完了 然後洗澡會聽單字書的例句 洗澡都在聽了 順便跟著念 順便跟著念很重要因為你這樣 唸久了你就會唸喔 嘿 而且而且我這個學生他他 考完N5的時候他已經 在跟日商寫信了 因為他們 他們的那個對 他們有很多那個日商的客戶然後 日商常發 日本那邊廠商常發 寫信過來 他已經開始在寫信回信了 OK 然後每天盡量按照自己排定的進度在念喔 堅持一點 一點以前 堅持一點一定要睡覺不要熬夜喔一點就是熬夜了對我來講 不然隔天上班唸書效率都不好 我覺得簡單日語新聞最厲害喔 每天看一每天看一篇 文法老師講得非常細又很簡單 又能了解到日本的生活習慣或者是文化 順便再學學這個 句子的語調 那期間剛好 要跟日本書信來往也會請老師幫我看信件 其實我看過幾次他寫得很好啦所以我就不用把他看我說你寫得很好日本人絕對看得懂 唸不下去就找老師聊天也可以 根本是24小時隨身叫叫 雖然老師每次都說上課的時候他會講很多廢話 所以我上課會講很多廢話但是我覺得這些剛好 可以調節念書念到很煩的情緒 上網課這一年來我發覺真的學到很多東西 很幸運的是當時找到這麼認真仔細教學老師 也很感謝老師 即使身體不舒服也堅持要錄 錄製教學影片 我身體不舒服也要 努力的錄這個教學影片是因為我沒有其他專長可以賺錢的 我只能一直錄下去了 我沒有其他專長可以賺錢 那希望同學 希望 很多同學你們都很會讀 你們N5都考到N4都考到N3都考到那你再考個N2N1嘛 日語領隊導遊全部考一考 對不對 你就一直讀下去一直讀下去讀到N2N1 尤其是讀到N1 因為N1線很難考讀到N1的話是很有面子的 因為現在N1越來越難了 像你這個同學這個分數這麼高 你繼續讀繼續讀繼續考 把日文學起來 然後你 你現在才20 我預估2627吧 你如果再學了三四年 考到N1然後學日文學的那個聽說讀學都會的話 以後你在台灣還是日商你可以跳槽來跳槽去 你可以賺很多錢 加油 老師身體還是要顧好要教到120歲 對啦我會 我會運動一下然後把身體用好一點 好那結論 結論就是說 如果你如果沒有時間的話 你如果沒有時間 譬如說你考N5 如果沒有時間你考N5的話 你就看一到二十五課讀欄然後加一些參考書 加一些聽譯書 單字書 啊你N4的話就是 一到五十課讀欄 然後一樣 如果你沒有時間的話你就這樣讀 你就是 那個 大家日本語他是那個什麼文化初級日本語選一套去讀 那如果 你像這個學生這麼會讀的話 讀的這麼快的話 他N5是什麼 他就大家日本語 然後他又加 大家日本語 然後加文化 文化初級日本語 文化日本語 他讀兩套 他讀兩套 然後他又參考書 他又參考書 然後他又加文化書 所以他讀的書 的量是別人的好幾倍 而且他 三餐 他利用三餐在聽日文 一直聽一直聽 所以他聽力才考這麼高 很恐怖 那如果你還這麼會讀的話 你很會讀 而且你時間也夠的話 你N5也是 N4也是這樣 大家日文語 文化初級日本語 你把他這個分數 拿到台灣全台灣的日語系 可能是 可能是他打敗多少人 他可能打敗的 如果是全台灣日語系有可能有 可能有5000人 如果都跟他一樣是 學一年 那他可能就打敗了4999 他可能打敗了4000 他可能打敗了4900人 可能4950人 甚至更高 他這個比例已經 學一年可以考 而且他是有上班的 他不是職業學生 他是有上班的 他上班也是很忙的 常常加班 好 我覺得 反正就是 很會讀啦 很少碰到這麼會讀的學生 我也嚇一跳 反正 反正我這邊的學生每一年都會有那種 那種怪物級的 那種超級厲害的 每一年都會 一個 平均每年會有一個那個分數高到很恐怖的 每年都會有一個堂霸子 有時候會碰到兩個 碰到兩個很厲害的 那有時候可能那半年都沒有 因為半年一次 一年這個日檢是一年堂一次 每年都會有這種這麼厲害的學生 好就這樣 謝謝收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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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